菲律賓你現在又在玩所謂的苦肉祭嗎 黃岩島今天又有一個最新消息 29號的時候說飛國有漁船 在黃岩島爆炸沉沒 有兩名的漁民被燒傷 還說他們的海警去救援 但是被中國大陸阻攔嗎 但是中國大陸的說法是 你根本沒有通報 所以當然會遭受到中國大陸海警的警告 我們先來聽聽看 中國大陸外交部其實有最新的說法 是正在市場的船艦 是暖燒的 Let's kill operation It's over China Coastal vessel T105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好 最後你聽到的是說 菲律賓海警還說 謝謝中國你的幫忙 所以難有阻攔這個問題 意思就是說你是沒有通報 所以遭到中國大陸海警的警告 但第一時間在得知有人受傷之後 其實中國大陸就派出兩艘的汽艇 去協助他 所以最後你才會聽到是說 他們用無線電說 謝謝中國海警3105號船 我覺得不要多說了 把這個事實都講得很清楚了 不要說是變造的 菲律賓這一邊謝謝援助 我覺得這是正常海上救難的時候 你被救援的一方一定要做的 但是這個分得很清楚 你要等於是闖越這個圍堵線 你沒有事先通報 我當然要圍堵你 但是你海上發生意外事件 我要去救援你 我們現在不去判定說 它到底是刻意製造 苦肉劑與否 那先假設它是一個 真正的意外事件 那可是你看到 菲律賓還是在利用這個情勢 在做文章 所以的確確 掌握這些畫面跟就是這個 這個錄影的資料 就基本上完全事實就呈現了 不像那個214的金門壯函事件 我們這邊什麼連錄音錄影 什麼都沒有 這關鍵的時候卻沒有了 自說自話 沒有人會相信 所以中國大陸在執行這個情勿的時候 真的很重要 這個蒐證 不然菲律賓 菲律賓常常跟你搞這一招 對 常常說什麼 哎呀 中國大陸以大欺小 沒有救我們 其實明明就有救 然後就把那段剪掉 這個是各國的標準作業程序 對 只有我們不標準才會有這樣子 對 台灣這邊就是關鍵的時候沒有影像 哎呀那你相信誰呢 另外再來看到黃岩島有事情 然後呢來看到中葉島 說到中葉島我就氣 因為中葉島明明是我們台灣這邊 一開始在駐守的 結果呢 而且颱風天的關係嘛 然後呢 可能也是美國叫我們不要放棄嗎 不管怎麼樣 我們中葉島失去了 菲律賓把它搶走了 但中國大陸現在傳出來說 中國海警 對於封中葉島最近的海域嗎 說最近是只許出不准進的模式 中葉島本來是中國固有領土 是菲律賓趁機侵占的 是的 我倒覺得說不是 不是不是颱風 因為我們去查那個颱風 對 其實跟當時發生的時候 不是同一個時間點 哦 那而且之後呢 甚至有海軍說要回去奪回來 對 當時其實上是絕對做得到的 我們的實力當然比菲律賓強 那只不過是當初 當時並沒有這樣子 到現在為止其實 在南海都是這樣子 你適時佔領一個地方 其實別人就不會去用軍事的方式 或什麼樣的方式來去奪回來 OK 通常都是在早期的時候發生這個情況 但後來就比較少 比較克制 這裡我覺得美國因素還是最關鍵 所以這個中葉島它在上面 甚至有小學 有漁民有小學 有很多的經營 也有軍事化的這個設施 所以中葉島這個喪失 我覺得是台灣這邊真的是 這個難以彌補的這個痛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把它給 某種程度的取回 這我覺得要長時間的布局跟經營 是 因為中國領土這個寸土不讓 台灣這邊失手了 現在變得反而是中國大陸 在幫忙討回 尤其在南海很多議題 台灣蔡英文以前都不敢去登 太平島 你也別想賴清德會去 不可能 馬英九那時候還有去 我知道楊老師那時候有處理相關的議題 不管怎麼樣 你看中國的領土 現在中國大陸在幫忙在維護 然後那你菲律賓 你真的要來硬鋼的話 你有多大好處呢 菲律賓這個協會主席 藍比諾在北京論壇上落淚 為什麼呢 說美軍在菲律賓有9個軍事基地 我不想菲律賓成為戰場 然後呢你之前啊 這個美國不是在這邊想要設中島嗎 普丁說中島危機 收拾菲律賓也許不用中國大陸出手嗎 因為普丁說了 如果美國不遵守呢 陸基中島飛彈的限制 俄羅斯也要製造更多陸基中島的飛彈 還說你要放哪裡對不對 你放菲律賓 也許菲律賓也成為俄羅斯 率先反制的目標 是啊 那你不要忘記 普丁剛去完 朝鮮 還有越南對不對 那越南 跟俄羅斯的關係那密切的 軟負重都是留餓的嘛 對 當初到現在大概有將近5萬人 在軍隊裡面 在他的政府裡面 在民間 到俄羅斯去留學 或者是去這個學東西 那 因此越南到目前為止 跟俄羅斯關係還是非常好的好 那個金蘭灣的基地 一直到2002年 普丁上來之後的第三年 才完全的撤軍 所以我覺得現在 其實越南很清楚 它需要更多的這種大國支撐 因為它自己內部現在 很清楚的了解到 它的這個角色 事實上不是非常穩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 會不會利用越南 作為中島的這個基地 我是希望不會的 因為中島在這邊 會整個複雜化 這個區域的地緣政治戰略的關係 那美國也不要利用菲律賓 作為所謂的中島的基地 但是似乎現在有一個移動式的 這個是說 這個叫提風系統 在那邊 我們現在不知道它到底在哪裡 也許真的就進入到美國這個基地 但是沒有擴大 你只有一套兩套 那是沒什麼大用處的 因為它最遠 能夠打到1800公里 連能不能打到台北 都不確定了 所以基本上其實 那個也許算是幫助 菲律賓的 就是說軍事上的這些建構 但我覺得那基本上是防禦 美國的軍事基地 做基本的這個防禦 那菲律賓 現在的關鍵是 小馬克斯現在內部的 受到內部的這個牽制 對啊 因為這兩天出來的消息 杜特蒂跟他的兩個兒子 也就是 三位杜特蒂 三個杜特蒂 沙拉杜特蒂已經辭掉教育部長 只做這個副總統 但這個等到2028年 明年2025年的5月是 就是菲律賓的這個選舉 參議員 議員的選舉 杜特蒂跟他兩個兒子 現在說要出來選 三個人要參選參議員 這什麼意思 就告訴你說我杜特蒂家族 要維持我們的影響力跟地位 不會被你馬克斯家族 把其他家族聯合走 然後整管端走 那甚至28年你要推出你自己的人 不會讓你這種事情發生 因此他內部的簽字很清楚 我覺得其實 其他的家族現在也都在看 小馬克斯在這個南海地地上 走太偏峰了 那因此在內部的政治上 美國又沒辦法給他太多的這些援助 美國現在自己本身內部都 串敗惡鬥啊 等一下再來討論 所以我覺得他也不會對菲律賓 給予怎麼樣的協助 美國對菲律賓非常瞭解 是啊 美國對菲律賓很瞭解 尤其小馬克斯更瞭解 你家族好多利益 都掐在美國的手中嘛 所以呢 美國對你予取予求 但是你也不要昏了頭啊 你在經濟上這一塊呢 你美國給你多少好處 很多東西 你必須要賣到中國大陸嘛 榴槤人家也不吃啊 然後這些農特產 你要賣到哪 香蕉沒有人要買吧 你看那搞了半天 你看人家這邊是很難過 說不想成為戰場 但是呢 菲律賓駐美大使還在那邊嗆 說啊 中非南海的衝突啊 還波及整個印太啦 還可能會發生核戰的擔憂啦 人家要跟你打核戰嗎 一個問號啦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就說 美國真的好喜歡引戰啊 就像俄烏的戰爭一樣啊 而且還要藉此兜售大量的武器 我覺得 馬哈迪對美國好喜歡引戰 我修正一下 拜登好喜歡引戰 對川普好像 他就自豪沒有開戰 我真的覺得 如果現在我的態度是 我支持川普 就是在這個選舉當中 並不是我看到他表現好的 拜登表現差 那我就風向轉變 不是 我覺得 拜登 他就是會引戰 而且他喜歡打代理戰爭 對 你看那個俄武戰爭 尤其他底下的 這個布林肯 蘇利文 坎培爾 還有那個盧曼 對盧曼 這四個人 除了坎培爾之外 其他都是猶太人 對 然後呢 盧曼根本就是 整個俄烏戰爭的設計者 那你看現在坎培爾 在印太戰略 講話他多麼囂張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這幾個人 其實能力不足 但是喜歡引戰 而且 喜歡用什麼呢 代理戰爭的方式 因為他知道跟中國 跟俄羅斯 不能直接發生 軍事衝突 因為那是核武大戰 就像這個 菲律賓駐美國大使一樣 他講出了實話 但他那個事情不會發生 也就是說 雙方現在都是 這個進行 就不管是美中 還是這個美俄 就避免直接衝突的激烈競爭 那特別是在地緣政治上 特別喜歡引爆 就是代理戰爭 那你就看 你不要說 總是認為台海就是代理戰爭 我沒有再隨便講 你看看俄武戰爭 你看看那個小馬克斯在 就是南海的問題 菲律賓有什麼能力 菲律賓有什麼利益 對不對 他去跟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問題上 在仁愛礁衝撞到這種地步 美國又給他多大的這個支出 到後來現在認清了 所以台灣的問題將來很有可能 如果拜登連任 當然這個 這個命題已經現在不太容易出現了 但是呢 還是有可能性 還是有可能性 不能完全的排除掉 可是拜登真的是引戰的 你更不要說 他面對那個阿富汗的撤軍 以及在這個加薩問題上 你看 他的這個短短任內 他是國際上因為戰爭死了多少人 都直接間接跟美國有關 那都剛好都是在拜登的任期之內 所以你是在引戰嗎 還是說 這個局勢 你就是導引成這個方向走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解控